25岁的聂阿智第一次成为候选人 到底哪来的自信认为能够从伊党获取选票 早前首相敦马爆出 伊党主席哈迪阿旺已经签字表明 不会在世卯月补选中力挺国阵 对此尼阿智相信他能够坐收渔翁之力 有机会在四角战中突围而出 所以现在我们没有关系他们的关系 所以我其实是最好的挑战 趁着今天周末 聂阿智带领助选团队 来到菜市场扫接拜票 另外也公布本身的财产 他只有1000令吉存款 一辆市值34000令吉的阿Xia国产车 同时也背负19250令吉的PTPTN债务 聂阿智还透露 竞选盟邀请他和另外三名候选人 在2月25号进行辩论 他希望所有候选人能够接受挑战 一同发表证件 探讨如何为选民提供最好的服务